我在抗战时期 在贵州同人念书 念初中 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 是非常清晨的佛教徒 但是抗战时期他们也学书 他们一家人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极德行善 校长大功无私 我们学生没有不散叹 没有不佩服 跟校长的关系比父母还亲 因为我们是流亡学生 离开家了 学校照顾我 校长是父母 照顾他无为不知 比照顾他的儿子还得到 我们学生没有不感恩的 私生如父子 是我们亲身遇到的 到台湾之后 到台湾之后他学佛了 他跟黎宾南老爵士学佛了 他住在台湾 就到台湾我们又碰到 私母跟我们讲了个故事 亲身遇到的 这是抗战胜利之后 这是抗战胜利之后 有一栋梯房子 花园仰房 院子很大 有三道门 我去过 大门进去是庭院 院子里有十几棵树 非常好 那么进了二门 那么进了二门 里面才是房屋 有他的客厅 书房 卧房 那他进去之后 要开进三道门 才到他的厅堂 私母告诉我们 有一天 突然有个和尚 在他家里出现了 他问这个和尚 那时候梅学佛 问他和尚从哪里来的 九华山来的 来干什么 来画云 他是不懂得什么叫画云 只画五金香油 私母没给他 没给他 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 这和尚奇怪 到我家里来的时候 好像门没开 真的没开 大门二门都没有开 他怎么进来 走了之后 门还是关到的 他怎么出去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始终放在心上 找不到他们 但是这个和尚 但是这个和尚给他讲了一二十分钟的话 绝对不是假的 那不是烟花 到台中学佛 他很灵 练大悲咒 练地藏心 他的大悲许非常灵验 什么病都可以治 陈泽灵 就是他亲自见到地藏王菩萨花生 他得一样的 他得一样的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